今天老张继续来给大家捡垃圾 但愿今天不是不再翻车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 捡的一个洋垃圾 希望洋垃圾界的神老张能够再次回来 这个预感很不好 又是一个铁皮键盘 没事 不一定会翻 这根笔又一次出现了 大家会说老张你到底这是又逃换的啥呀 给大家看啊 这回不是这个山寨平板了 是一个大盘平板 松下 哇这好新呢 是吧 来来来给大家 我说它是全新的 我觉得都能信 又你看下面的这个金属触点 一点那个痕迹都没有 哇塞 然后你看这个屏 这个屏幕 这是个二手啊 没有一丝划痕 没有一丝划痕 我感觉 我 要赢了 型号叫做FZM1 隶属于TuffPad系列 什么叫Tuff Tuff就是硬汉的意思 硬汉板 你看 硬板 硬板 平板电脑 然后是一个Windows系统 我没有那个水泥地板啊 这个是一层贴纸 这底下就是水泥啊 看好啊 这可以了啊 看 大家会说你怎么不把这正面朝下 是吧 来看好啊 背面朝下 看啊 然后来 开机 没问题 然后它是防尘 防水 是一个触屏的 我买它呢 就是随便玩一玩 最便宜的版本 只要699 老张心一横 他最近翻车太厉害了 买个顶配吧 1400块钱 配置 我买的这个是酷锐爱武超压 超低电压板 7代 7Y57 锐频1.6G赫兹 8G的内存 然后硬盘我也没注意啊 硬盘你自己可以换嘛 对吧 最低配置的是6Y的 还有4代的 然后总之这个神奇的小玩意儿 在国外是那个警察执法仪 是可以录的 就是外国内警察 不是穿的那 在这儿有一个 还有一种是用来查身份证的 就是接上那个 他这个模块是这个 这个大家注意看来 这个模块 1 2 3 4 这4颗螺丝可以拆掉 这个地方是一个模块 你可以换成 高清摄像头什么呢 你可以做高清摄像头 可以改成那个ID卡读卡器 可以改成那个汽车OBD 读那个汽车信息的 但是当然这个 有维修小哥是吧 对维修小哥有 然后有后置摄像头 可拆卸的模块化电池 这是应该叫它的右边 巨大的防水圈 USB3.0的A口 一个耳机插孔 你把它一封上就防水了 它是不是Type-C供电 挺好玩的一小东西 剪的虽然是垃圾 老张还是要给大家整个活了 首先咱们来拆这个硬盘 顺便给它装个Mac OS 你看这底下这个 像天线一样的这玩意儿 大家知道是干啥的吗 一二三都打在弹幕上 SSD 有要散热的对吧 给它加风扇 你们知道SSD 有时候还需要加热吗 是不是超出大家的知识边界了 这个电脑是可以在零下20度以下使用的 SSD的颗粒有一个叫做舒适温度区 就是低于这个温度之后 如果你再启动它 是会丢数据的 所以现代的电脑如果用SSD的 基本上零下20度以下就不能再用了 这个电脑它在温度低的时候 就会自动启动SSD加热功能 就是先把你SSD给它烤热了 然后再启动 所以这个电脑是叫全天候电脑 它不只是防水防震的问题 OK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 三房黑苹果 你看我准备了多少硬盘 一二三四 我一会给大家演示绝活 这玩意儿我都玩了一个星期了 哇塞 爱不释手你知道吗 MacOS14 当然也可以装15 懒得折腾了 因为我其实并不缺苹果电脑 现在玩黑苹果 其实就是玩票 来大家看显卡都是正常驱动的 它的触摸屏其实我已经驱动了 但是它现在应该是中断 我没有调好 就是SSDT的热补丁没有补好 所以它把双指识别成了单指 然后把单指识别成了右键 所以它现在还需要调整 但是最终搞定它应该不成问题 所以我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WiFiOK的 蓝牙OK的 声卡OK的 然后音量调节大家注意看啊 都是OK的 屌不屌 就是说屌不屌 1.6G双核i5 6152G的显存显卡 还有啥绝活 还有 看好了啊 FIDOS 安卓模式 老张搞定了 触摸 OK 这是可以安装的安卓的各种软件 搞定 虽然bug还是很多啊 但是基本上能用了 诶 看看 摄像头都是可以用的了 这是安卓应用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一个安卓版本的抖音 然后你看你竖过来 诶 这刷抖音带不带劲 你看我还给它装了什么系统 巴通塞拉 这是一个接机模拟器 我已经把各种的游戏都已经放进去了 你是可以连这个手柄的 因为蓝牙也是驱动的 但是我就不给大家演示这个了 我说它特别神的是 触摸也是OK的 看到没有 就利清都市 这比那钱啥有意思 但是我这个里头没有存档 就是我没有去特别细的调它 还有吗 还有绝活 等着再来一个啊 看我又给它装了一套Libre Elite 它是一个媒体中心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套无线的媒体播放器 可以连接你家的NAS 也可以播放里面的内容 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触摸 这个WiFi都是已经调通的 你看现在是一个全无线的状态 没有插网线 我现在已经连上了我的NAS 咱们想看电影了 这4K的蓝光网络的 不卡呀 必须不卡呀 这是HD615 流畅程度大家可以看一眼 4K 只是这个屏幕其实表现不出来 够了够了够了老张 你捡这垃圾到底是为了干啥呀 你看这个 一个4G的网卡模块 一般来说4G网卡里都会内置GPS模块 提供GPS定位服务 我是要给我的灵木小小R摩托车 做一个数字仪表盘带导航功能的 帅不帅就说 以后咱这个网上一搁 是吧 风雨无阻 下瓢泼大雨都没问题 老张 这东西真帮水吗 走 咱们现在去试试去 来吧 360度啊 躺着水啊 神奇的是 它考虑到你冬天有可能会戴手套 下雨的时候 雨会淋湿这个电容瓶 它里面你看有电脑设置 你看 触摸可以戴手套 触摸不计较潮湿 你看这就是咱们现在要的 你就可以戴着手套 在潮湿的环境里操作它了 太适合骑士了 这东西作为骑士的数字仪表盘 简直了